大家好,我是豪威 上一集我們有談到說 基本工資可能會帶來的種種問題喔 那俗話說有聘就要有藥嘛 在取消基本工資的前提之下 政府應該要有什麼樣的作為 來保障勞工的待遇呢? 在寫完稿之後發現 實在是有太多東西要講了喔 因此這一集我們就先來聊聊 勞資關係的基本概念 也就是我認為怎麼樣的勞資關係 才算是健康的勞資關係呢? 下一集我們在正式切入如何解決 在取消基本工資的時候的做法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什麼是自由市場主義 在自由市場主義的思維當中 政府應該扮演一個 不約束、不干涉、不主導的角色 任由經濟市場的自由演化 也就是所謂的小政府型態 當然也許有人會問喔 那像這幾次華航和長榮的罷工 所帶來的民生問題 很容易牽動整個運輸市場 並且造成許多國民交通上面的困擾 難道政府也不應該介入嗎? 事實上在自由市場主義的概念當中 縱使像罷工行動這種 會大幅影響國家運輸市場的情況 政府也不應該介入扮演解決問題的角色 因為勞資雙方堅持的後果 本來就應該由他們自己承擔 對旅客的誠信也應該是 航空公司自己應該會解決的問題 政府應該要處於一個居中協調的地位 確保勞資雙方在協調當中的每一步都是合法 並且在對等的情況之下進行談判 因為無論政府協助解決哪一方的問題 都會使勞資雙方的博弈形勢不對等 反而可能會造成某一方漫天喊價 俠政府以令對方或是市場的情況 不但無法有效解決雙方原先拉鋸的原因 還可能延伸出更多無解的困境 以剛結束沒多久的長榮罷工來看 長榮的態度在這個過程當中十分的強硬 甚至說出了要直接徵新的空服員 必須要願意接受不罷工協定的人才可以進長榮 但在下這個決策的同時 長榮也勢必面對到人才空窗期後續的問題 而罷工的空服員們則有可能會面臨 失去晉升機會甚至失去工作的問題 但是自由市場主義就是這麼殘酷 這些問題的後果都應該由決定者完全承擔 就像有些人開辦了企業賺了大錢 政府除了納稅以外不該有任何的管制 相對的無論再大的企業面臨危機 政府同樣也應該要袖手旁觀 因為這就像股票市場一樣 有人賺得荷包滿盈 有人賠得家徒四幣 但也因為如此 股票市場才能夠蓬勃發展 當然並不是說政府真的什麼都不能管 基於違背普世道德價值的事情 當然一定要管 比如說惡意操作市場 使得投資人在不對等的情況之下慘賠 甚至影響市場本來應該要有的開放公正性的時候 政府就應該要以公權力去介入 回到基本工資的問題 基本工資勞資關係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但我們常常將這個關係 局限在勞方與資方之間 使得勞資關係因為不對等 而導致其中一方的諸多無奈 正在宏觀的角度來看 其實勞資關係也是一種市場 它同樣會因應其他市場 經濟的狀態回饋的情況而有所變動 也就是說它應該是一個不斷在活動的狀態 倘若政府將這個狀態當中的每一個小部分 都用規範去鎖死 而不是用自由市場的態度去看待的話 那大環境市場也自然會受到限制 自古以來勞資關係總處於一種非對稱對抗關係 老闆發錢所以老闆最大 員工只要不順老闆的心意 就有可能面臨冷凍甚至是解雇 員工總是迫於生活的無奈 而處於一種被打壓的狀態 這類問題是否也能用自由市場機制來解決呢? 其實解決這個問題要談到我之前 在《邏輯思維》第174集 由凡登代班介紹的《聯盟》這本書當中 我覺得就有一個不錯的解法喔 在《聯盟》這本書裡面談到 過去的企業高層終喜歡用 這樣子的觀念來形容公司內部的關係 但實際上來說 這世界上有多少父母會因為子女的能力低落 就把他趕出家門的呢? 所以家的觀念其實 只是一種用來胡隆遠工的說法而已啦 一個真正有想法有效率的公司 應該要把球隊的思維帶進公司才對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布萊德比特演的《魔球》喔 大概你可能會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在電影當中呢 布萊德比特飾演的球隊總經理比利 要他的分析師比德去告訴一個球員說 他被教育出去了 那比德呢在這個過程當中想盡辦法 要給這個球員安慰啊 生怕傷了他的心喔 但是呢比利走過來卻只說了一句 你被交易出去了 經歷什麼時間的時候呢 去向新的球隊報到 正當彼得覺得比利這個人毫無人性的時候 比利告訴他說 這些球員都是專業人士 你跟我也是 用這些無意義的安慰言語呢 其實改變不了被交易的事實 反而只是對這個球員進行的羞辱而已 當初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其實我滿震撼的喔 這句話呢其實當中包含了很多很多的訊息 第一個是他所說的專業人士 我後來上課的時候呢常常會這樣教學生喔 所謂的專業呢就是絕對冷靜 甚至是無情 去面對工作當中的任何一種可能性 而就正因為冷靜 你才能夠將你的專業發揮到最大的程度 第二個是如何成為專業人士 首先呢當然是在工作能力上面呢要足夠扎實 再來呢是永遠認為覺得自己不夠好 不夠強 不斷的去練習去查資料去深造 去多方面的尋找 強化自己技能的領域 最後呢則是剛剛說到的 冷靜處理任何可能性 第三個呢則是專業人士 就應該要有專業人士的認知喔 認知自己的不足 認知環境的殘酷 以及認知應該要不斷向前的決心 第四個是過多的顧及勤奮的用語呢 反而是侮辱了對方的專業性喔 電影當中比利說了 他們是專業的球員 被交易是他們專業的一部分 如果我是那個被交易的球員喔 聽到被交易的訊息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有點喪志了 但如果聽到彼得那種說 其實你很好啊 我們也很無奈這樣的話 我反而覺得我會轉而憤怒喔 因為如果我很好 那為什麼是我被交易呢 所以在這個場景當中 看起來球員呢 就像球隊的一個棋子而已 任由球隊呢 隨意的交易來交易去 但除了球隊呢 靠著球員取得更多的勝利 凝聚更多的球迷 賺更多的錢之外 球員也同樣呢 靠著球隊 可能拿到世界冠軍的戒指啊 提升自己的聲譽啊 提升自己的價格啊 以及他生活品質的條件 在球隊與球員的關係當中呢 其中一方其實都缺不了另外一方 如果只看個別球隊和球員的個案喔 當然就會覺得球隊高高在上啊 傲慢啊等等的 但如果將視野拉到整個美國職棒界來看的話 反而會覺得這樣子的關係 才是一種平衡對等的喔 在美國職棒大聯盟裡面 其實聯盟幾乎沒有什麼介入球隊經營的規範喔 每一個球隊以及他的母企業呢 都有在內部的絕對決定權 這樣聽起來 雖然球員好像沒有什麼保障喔 但是這樣的思維以及這長期的過程來看 反而不斷推動了大聯盟的精英化 以及大聯盟的整體水準 強大的競爭環境讓球員願意付出努力 球隊也願意為了更優秀的人 開出驚人的天價待遇 所以用競爭代替保護 用自由代替約束 將資方轉換成一個一個的平台 將勞方想成一個一個創業者 平台給予創業者提升的機會 而創業者協助平台穩健發展 將家轉換成球隊 將市場想像成聯盟 我想這個就是健康勞資關係的基本概念喔 你對我所提出來的健康勞資關係 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喔 下一集我們就要從健康的勞資關係上面 以政府的角度來看 應該如何保障 而不 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改變勞工的待遇機會吧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記得喜歡、分享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訂閱以及小鈴鐺喔 就是在哈拉 我們下次見 掰掰